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今天闲着也是闲着,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多多大陆吧 不知道大家观看了这么久的多多大陆 知不知道唐浩的真人身份呢 如果你还以为唐浩是圣魂村里那个只知道喝酒的老人家 那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唐浩的真人身份就是主角唐森的爸爸 还是名称大陆的浩天斗罗 而唐浩也不可能不会后人超越 所以他在培养唐森的时候没有亲自调教 就是想让唐森学习多些闪躲技能 毕竟硬钢的时代很快就会瓦解 而对于一些有飞行技能的魂师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毕竟人家修炼到后期直接飞到万米高空 那些近战硬钢魂师根本就拿别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发展到后期提升攻击力的方式有很多 而暗器就是一种最简洁有效的神器 若是配上一些飞行类魂师 简直可以做到杀人于无形 所以说唐浩虽然用硬钢方面可以做到无可匹敌 但在也只是在别人主动与他开战的时候 若是换成唐浩去追杀别人 那么效果肯定就会成为一个质的折扣 就拿曾经与唐浩大战的先行局来说 若是反过来是唐浩在追他 那么很有可能连千神局的影子都见不着 毕竟人家是天使武魂 直接在天空大摇大摇地行走 而唐浩哪怕是达到了封侯陀罗级别 还是只能在地面战斗 由此可见唐浩也没有江湖上说的那么厉害嘛 不过唐浩毕竟有货天锤武魂 也算是个高手吧 不知道大家几不喜欢唐浩呢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